各位同学好 我是凌文老师 一个在线上唯一提供很多英文的杂志 导读的老师 那从去年开始APP成立到去年10月 正式线上课程的提供 现在已经迈向一年到半年的时间了 所以为什么叫一年 一年APP一年 然后课程提供了半年 所以你现在会听到看到凌文老师 现在所讲的画面 是凌文老师的课程介绍 然后是订阅付费的 所以凌文老师也很开心 要各位分享一个消息 在两个礼拜后 凌文老师所谓的线上课程 会有自己的网站出来了 完全自己一点一点的 去把它架构出来 那也很开心 因为不用花太多的费用 不过完全是自己的力量 这样的一个半百的年纪 在研究网页制作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好 那凌文老师要介绍第一个课程 也就是说你看凌文老师 讲解197个说文解字 你会想到 那我没有数位手机怎么办呢 所以凌文老师有网页 到时候你看一目了然发现到 很多全部发生的大事 有什么样的内容 好 那凌文老师上传的课程 也非常的丰富 你可以先要知道 你现在所面对的老师 是很有毅力的 你看1316个课程 你知道吗 到今年年中 我绝对破2000个课程 所以到明年 我一定可以破到3000个课程 有什么特别吗 就是一个认真制 去做事情 把它做到好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凌文老师觉得我好像在做了事 这样隐藏经济 好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说文解字 凌文老师讲解的文章 是New York Times的文章 那这边为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 The Blue Glass Skyscraper of Moscow City 好 我们去看这个skyscraper 好 你发现一点一点的累积 我们中文就学起来了 凌文老师介绍课程的方法 第一个有三个帮手 第一个帮手在荧幕上 你们看到是凌文老师花了三到四年五年的时间所建立的东西 最累是前两年 然后脸都快绿掉了 skyscraper摩天大楼 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叫摩天大楼了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帮手在哪里呢 在凌文老师的 呃 这是我们最重要一个 对不起 不是这个东西 凌文老师这个Google的翻译 在荧幕上 有没有看到Google的翻译 我们来切换一下 你看摩天大楼 第三个在这里 凌文老师的光碟字典 耶 很快的给各位介绍出来它的重点内容了 a very tall modern building especially in the city 有看到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告诉你 很多的重点 凌文老师三个方法 把一个字说清楚讲明白 你知道没有一是另外一个单子吗 这是订阅课程的优点 凌文老师会告诉你 这样看文章数得也比较快 所以导都New York Times文章 之前有中英文翻译的 现在凌文老师加导都 效果更好了 一混淆单子 凌文老师讲解135回合 这边说的单子都跟说服 跟说有关系 在荧幕上右手边有没有看到 劝说说服诱导哄 后面那个大堂是为什么 拉比当动词才不是大堂呢 所以大厅呢 所以这边这么多的单子 我在那边 persuade convince induce cokes 跟再加上拉比 这都是重要的单子 那如果你对这样的课程 好奇的话 你先等两个礼拜 李文老师把网站建构出来 发现到一目了然 你甚至想要听什么的课程呢 还有更多的内容介绍呢 好 单子王说顾名 这个 从字面上的说法 就是只讲解单子 好 那顾名思义就是不讲解 文章内容 只讲解他单子的意思 那我讲解都是太杂志 非当期文章的 非当期文章的导读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出现了很多的单子 李文老师本来就目的讲解10到20个单子 不过看起来 你们觉得一定超过20个单子 而且我讲解里面的惯用语呢 片语呢 通通都给你讲解 你发现到只要你肯用功 你学习效果是五远佛界的 我们看这个单子 你看到没有 营入上出来这么快 这都是李文老师所内建的东西 所以才会这么快 这前三个呢 都是前六个全部都是YouTube的课程介绍 订阅费用绝对不贵 一年2340块钱 重要是来看懂他的内容 你看 Inside the Chinese Company American CanTrust 觉得哪一家美国 哪一家中国大陆公司 美国就是无法相信呢 我告诉你 请你订阅这个课程 你发现订阅这个课程不难 真的不难呢 你购买他的课程也不难呢 购买他的杂志也不难 为什么 看文章看懂很难 你们的文章常常又臭又长啊 相信我A4随便的三页四页 五页六页的都有可能哈 究竟你觉得财气也富人 会有多少页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说 长时间的阅读 有人导读 再加上有人帮你做很多的数位笔记 消化国际观的内容 李文老师就是认真 往这方向走 再来 尽力选杂志 这是各种大力推荐的 你要订阅这个杂志的贵到爆 你去看他的价格就知道了 他的价格每年是 之前是六千块钱 现在从去年 今年三月份开始 纸本的话是九千 数位版本的六千块钱 一点都不便宜 我一次订了六年份 所以就很开心的跟各位做介绍 再加上呢 他这个杂志订阅有非常的优点 他给你MP3朗读档 所以变成 哇 所以各位你订阅我的杂志 我去给你那篇文章的MP3朗读 再加上 我们在每个礼拜广播节目呢 会讲四篇文章的导读 所以你有中文的导读 哇 瞬间可以掌握很多的道理 这边告诉你的 investing in litigation litigation 你一定不知道他的意思 我也不告诉你 欢迎订阅这个课程 我才能告诉你 电影学英文呢 这是第九十一回落 跟经济学院杂志同步开始的 这就叫法规奇兵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如果你听我讲 Tomb Raider 你不知道讲哪部电影 我在那边 Tomb Raider 那对不起 那你是上这课程好的时候 所有六个课程 李文老师通通都各一百块钱 各一百块钱 只有一个规定 就是一个规定 就是一次要六个月为一期 所以你一期的话 就是一个课程六百块钱 乘上六个就是三千六百块课程 三千六百块钱 好 所以这样子有目的干嘛 因为我本来就希望各位同学 学问就是聚沙成堂嘛 一点一点的累积 一点一点累积 你要发现五年十年 二十年就不一样 所以李文老师 从高中学到现在 为什么现在能讲解杂志 我觉得是一点点的累积嘛 那而且我讲解半年 讲解一年 讲解十年 一定的功力也不一样 所以到时候就是 讲是老的啦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个九呢 是九 是放九的 唇香 OK 李文老师第九个 第七个课程 怎么第九个 第七个课程呢 是话天说地 单字 今天讲解的单字呢 叫JECT 这个字根 我只能给你讲 这是一个重要的字根 那我把它放在一起讲 好 比如说R1 什么意思啊 如果加上IN 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再加上E 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这么多的单字嘛 PRO在开头 什么意思啊 再加上OB 开头的什么意思 你发现这些单字 全部都有JECT 但是它就是不太一样 好 它有各种的角度 来推理思考 你看中文解释的 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可以用字根 把它讲的清清楚楚 说明白 所以我好把 叫做话天说地解单字嘛 这个课程呢 最大的差别是 它是NP3导读 NP3讲解 所以我不给你任何的影片档 因为你有 我给你一个数位的单字卡 非常的精致 就这样子对照的在听杂志 你可以随时说在手机里面 想到就听 想到就听 李文老师在创造一个小小的一个世界 就是认真的对付国际观 发现国际观有了 你的知识领域也变广了 对生活的耐力也变得更强 更尊敬你所学习的智慧 对吧 如果要联络李文老师 现在最大的重点了 李文老师网站 到时候会有两个 四月底会有一个 然后五月底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出来 两个不同的网站 目前说你现在看到的线上课程呢 李文老师还不方便公布 因为需要两个礼拜时间 我把它做更新资料的动作 好更新资料的动作 跟你不过你先零用李文老师吧 零为一梯小老鼠去没有点康 零老师乐意寄给你我的那个收费的方式 再告诉你说很多的课程啊 怎么课程的那个 ATM转账的方法 欢迎你不要犹豫啊 来吧来吧来吧来订阅吧 增长自己的智慧 然后零为老师的line帐号叫零为一梯 很容易找到我了 所以各位同学不要犹豫了 不要再一直听课本朗导读了 请你行动吧 订阅李文老师的课程 空中相会 拜拜